大家好 晚安 这些群众现场我们持续带你来聚焦的是以巴战士 加萨卫生部现在再度指控说以色列又空袭了加萨北部贾巴利亚难民营附近的一栋房屋 好 他们锁定的目标其实旁边还是医院哦 当然也造成了当时在医院庇护的一些平民们无辜死伤 现在加萨卫生部就说了至少导致有19个人死亡 好 现在以色列的国防军发言人哈加里他就表示 随着5万名的加萨居民他们现在迁徙到加萨南部 目前哈马斯已经失去了对加萨北部的控制了 而在以色列的撤离令之下 当然当地缺水缺粮缺物资 当然也没有什么交通车可以使用了 所以大量的这些平民呢 他们只好徒步往南部走往南部来移动 但是以色列还是持续空袭 当然也导致了非常多不幸的画面令人鼻酸的画面 因为有多名的孩童因为空袭受伤截肢 好 来看到这是其中有一名13岁的女孩 他在这个止痛药效过之后呢 就发现自己的双腿不见了 因为没有办法留住 只好截肢 所以他就痛苦的哭喊说 真的很想要双腿回来 当然这样的画面真的令人不舍 好 以哈之战现在已经进入到地面战 展开激烈的巷战 以君现在就指出哈马斯是利用当地的地形优势 就用他们在这个过去的十几年 在地下到这边来作为掩护发动攻击 而以君锁定加萨的130岛的地道竖井来攻击 好 当然了 首先他们就是用炸的把这些地道全部都给炸毁 但是其实外界比较关注的是 那战事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告一段落呢 那以色列你要的目标又是什么 好 以色列战时部长现在就回答了 没有为地面军事行动设下期限 然后这场仗还要这样子持续打下去吗 好 不过现在美国以色列盟友美国对于以色列当局 他们先前说的这个说法就说 加萨战后的状况说要表态负起安全责任 好 当然外界就解读说 这应该就是以色列他们的目标吧 想要占领加萨 但是盟友不停 因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他就以巴战争结束之后 加萨应该和约旦和西岸统一 也就是他不认同 这个以色列要接管加萨这样子的做法 应该是要由他认为 是由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来管理 以色列不能够重新占领加萨 来听一下他的说法 When it comes to post conflict governance in Gaza a few things are clear and necessary one Gaza cannot be continue to be run by Hamas that simply invites a repetition of October 7th and Gaza used as a place from which to launch terrorist attacks it's also clear that Israel cannot occupy Gaza look what I've heard from Israeli leaders is that they have no intent to reoccupy Gaza and retake control of Gaza 好 不過現在其實國際艦比較擔心的說 這個戰士有可能會外溢到區域國家嗎 尤其是美國出動了這個航母在當地部署 而且呢也派出了MQ-9的死神 無人機在加薩這邊來監視當地的狀況 美國國防軍現在就證實說 美軍有一架MQ-9死神無人機 8號在夜門附近的國際空域遭到擊落了 美軍說正在調查整件事情 好 伊朗支持的夜門叛軍青年運動就宣稱 就是他們做的 好 就是他們犯下這個案子 他們是以防空系統擊落這一架MQ-9無人機 美國國防部日前也證實 曾經真的是在加薩上空來運行MQ-9 他們說他們的目的是要來監控當地加薩的情勢發展 以及協助以色列要營救人質 所以才會再上空部署MQ-9死神無人機 來幫以軍提供建議 好 但是現在戰爭已經延燒一個月了 以色列和哈馬斯都分別挾持對方的人質 也導致了有一萬五百多個人死亡 死者當中有非常多的婦女和孩童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圖克就表示 以色列和哈馬斯雙方都已經犯下了戰爭罪 他們是戰爭罪 好 再來國際焦點 大家都在關注的是 在月中的F的峰會上頭 會不會有這場習拜會登場呢 現在日本媒體就率先做出了報道 說美國總統拜登和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即將會會面 而且他們時間點說得非常的精確 說是在11月15號 這一天就在APEC峰會舉行場邊會談 而另外美國媒體現在也指出 這個中美的領袖 他們即將要談的一個重點 就是要恢復軍事溝通管道 但是白宮指出 沒有很期待這一次的拜習會 因為認為說不會有一些突破性的共識 或者是發展 同時間大陸外交部也被問到說 習拜會真的會登場嗎 他們的態度同樣是很保留的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和美國總統拜登 一年前印尼巴厘島會面的場景 根據日媒報導 今年重演的日期已經確定 日經和共同社引述美國官員表示 拜登和習近平將在11月15號 APEC峰會舉行場邊會談 而美國媒體則指出 兩人預計宣布恢復美中軍事溝通 不過專家認為中方會對美國軍事關係保持模糊的態度 以限制美國在印太地區的挑釁 而白宮其實並不期待這次拜習會會有突破性的進展 雙方會談目標依舊是在穩定美中關係 美國中原議長裴洛西訪台後 大陸宣布取消中美軍事溝通管道作為報復 在這一年中中美軍艦戰機的近距離接觸 令人擔心下一秒就擦槍走火 日前解放軍公開一段影片顯示 大陸桂林艦在南海航行 但美軍的約翰訊號卻突然大角度轉向加速 不斷逼近桂林號 除了美中軍艦的衝突外 還有大陸氣球由拜登下令擊落 也一度使美中關係緊張升級 而儘管在大陸外長王毅訪問美國後 中美官方往來頻繁 甚至有恢復軍事溝通的報導傳出 但大陸外交部發言人王文斌依舊態度保留 這次的拜習會不會是一馬平穿 通往舊金山不能靠自動駕駛 雙方要切實重回巴厘島 把兩國元首的共識真正落到實處 記者綜合報導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各場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Foodsea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請上快點購健康 請上快點購健康 請上快點購健康